交通部曾规划在2021年 新款1.25cc以上的机车 全面加装ABS防锁死刹车系统 导致机车价格水涨船高 引发大量民怨反弹 招聘不值民间疾苦 只好暂缓执行 啊我就怕被骂 想要坐有安全又不想花大钱 车厂还有推出更划算的 CBS联动刹车让你选 三洋更推出了全新CBS2.0 安全联动刹车系统 主打与过去CBS截然不同的操作感 还能减少刹车距离 究竟差在哪里 站长说给你听 从前从前有个通勤族射出的阿诚 身为马子狗的他 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 载女友Jessica上下班 殊不知今天温馨接送的路途中 却遇上了三宝从巷子里钻出 刹车不及的阿诚差一点连同后座一起撞上 让Jessica气得跳车 伴随Jessica逐渐远去的身影 懊悔的阿诚一气决定换台杀得住的新车 透过上网做功课 阿诚发现刹车系统也分为ABS和CBS 但预算不足的他 没办法我全都要 也发现SYM活力业务 刚好ABS CBS两种车型都有推出 无法下决定的阿诚决定动身猪来试试看 挽回Jessica的放心 阿诚与Jessica相约大鲁阁卡丁车厂 想用帅气稳定的双载刹车 显示自己想要改变的心 接下来就看Jessica觉得行不行 SYM全新CBS2.0安全联动刹车 改变你以往对传统CBS的认知 不仅少了两边拉杆 护推时的阻力 也改善了不能在弯中单用 后刹修正路线的缺点 而且经过实测 在60公里时 比起无CBS的车款 能够减少25.8%的刹车距离 40公里时能够减少21.2% 是既安心又比ABS便宜的新选择 根据阿诚实际体验 全新CBS2.0安全联动刹车 不仅改善的刹车拉杆 会有如同翘翘板的反应之外 不能在弯中单用后刹修正路线的罩门 也一并解决 但还是能够以左手 一手动能脸 专利刹车与平衡感三点贡献的设计 当骨刹磨损时 还能够维持前后刹车4比6的力气 让阿诚就算载着Jessica 也能说停就停 虽然没有ABS防锁死的科技 但安全不减 价格更亲民 对于阿诚这样的小资族来说 想要安心骑车 以非遥不可及 镜头转到ABS车款 阿诚大吹油闷 重压刹车 活力业务搭载Bosch 10 ABS 反弹震动回馈到紧握的双手上 击煞也让阿诚与Jessica的两人世界 更加紧密 ABS由感应器与微电脑ECU组成 利用车轮上的霍尔传感器 监测车轮角速度信号 将数据回传给微型电脑 计算可得知 车速车轮滑疑率 并且推知车轮是否趋向锁死 当急煞导致车轮快要锁死时 ABS系统会持续 每秒30至200次的频率 短暂释放刹车 以避免锁死车轮 减少意外发生机会 但价格稍高 阿诚想起 加油良老 学贷还没缴 买之前还需要衡量 到底需不需要 究竟 阿诚与Jessica之间 到底是命运的安排 还是情感的纠结 或是另有引擎 真相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嘿嘿宝贝宝贝 虽然ABS表现很好 Boss让刹车拉杆 震动温和不坦手 对于防止轮胎锁死 更是有相当好的帮助 但我更喜欢 活力CBS 2.0 安全联络刹车系统 就算子弹拉左手 也可以自动分配刹车力道 维持刹车比例 就算骨刹磨损 也能自动调配 价格更便宜 不用向资本主义低头 现在还有政府补助 跟三洋 加值不加价的优惠 为你的安全 以后就用它来载你 不让你在危险了 好不好 车这么棒 谁还需要你啊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大家记得订阅频道 打开小铃铛 希望听站长继续讲什么主题 请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猛龙西赛洋兵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频道